这影片已混乱的气氛开场 苏格兰的军用机场 眼下军方正在处理登陆 据报道这架飞机被恐怖分子劫持 上校指挥狙击手拦截 飞机上的恐怖分子 一旦飞机折路时 艾伦上校试图沟通 和一个坐在飞行员座位上的人 被发现该男子遭受了 他的手受伤 座位回应 艾伦告诉 这个人留在原地 因为他可以成为恐怖分子之一 不久 一个名叫埃利亚斯的男孩 从飞机的货物上下来 抓住 士兵们冲向埃利亚斯 将他带到医疗室 埃利亚斯被带到医疗室后 他们试图找出究竟是什么 发生在飞机上 然后场景显示 跨大西洋473飞机前的场景 起飞 此刻 埃利亚斯和他的母亲 纳迪亚将前往纽约 接受 纳迪亚所患疾病的治疗 从 纳迪亚患有白血病 并且 他必须去看布朗医生 他承诺 来治好他的病 那一刻 纳迪亚开始感到不安 他让伊莱亚斯等着 房间里 他让自己平静下来 在坐的时候 所以他会去洗手间拿 他定期服用的药物 纳迪亚 服用后会出现一些副作用 药物 但这些只会持续 很短的一段时间 等待的埃利亚斯 因为他的母亲遇到了一位名叫法里德的科学家 谁碰巧去纽约参加一个 那里的约定 长话短说 跨大西洋飞机 到纽约已经准备起飞了 气氛 飞机上一开始看起来很平静 但 当其中一名乘客时 气氛变得紧张 与一名空姐争论 两个恰巧是乘客的元帅 立即带他们进去 但是 那 然后两个元帅被那两个杀死 伙计们 事实证明他们是恐怖分子 他们只是假装引起骚动 为了引起法警的注意 飞行员立即被另一个人杀死 恐怖分子 他们关闭了A-Cars系统 使飞机无法被追踪 恐怖分子 由伯格 管家巴球 巴斯蒂安组成 副驾驶Eurich Curtice和Carl 他们 然后劫持飞机并命令所有乘客 搬到后面的房间 那些乘客 开始恐慌 请喜欢并订阅这个频道 请在下面的描述框中捐赠 以提供您的支持 谢谢你 从他们的命令 恐怖分子头目伯格宣布 他们现在控制着飞机并问 所有乘客保持沉默 知道 已知附属金 埃利亚斯随后找到了飞机内部的的图 然后他寻找他们可以隐藏的地方 后 找到他 埃利亚斯立即前往那个地方 看到儿子跑到后面 飞机迫使纳迪亚跟随他 很遗憾 巴球注意到了这一点 并用枪指着他 最后 纳迪亚被Abo 三枪射中 看到母亲在撒谎的埃利亚斯 取消了 他打算躲起来 他终于 被拖回座位 片刻之后 伯格 将三名穆斯林乘客带到前面 房间 包括法里德 伯格然后让他们三个独一封用阿拉伯语写的信 不仅如此 伯格还记录了 法里德的话给人的印象是阿拉伯恐怖分子已经接管了飞机 在那之后 场景切换到纳迪亚过去的记忆 在 有人看到他和埃利亚斯野餐 和他的丈夫尼古拉 当他们在回来的路上 野餐回家 他们的车突然坏了 在路中间 因为 路太安静 离村子太远 Nikolai被迫离开Nadia去寻找 帮助 然而 经过几个小时的等待 Nadia 由于尼古拉仍然没有回来 他变得很担心 他终于决定 在抱着伊莱亚斯的痛时寻找尼古拉 手 当他在路上时 他注意到脚印领先 到特定位置 然后他继续上路 最终来到了一座老房子 走进屋子时 他注意到血迹 这导致了一个房间 他跟着 血迹 看看地上是不是他丈夫的血 然而 当一个陌生的男人出现在他身后时 他吓了一跳 促使他赶紧关上门 之后 Nadia发现了尼古拉的尸体 上面沾满了血 另外 那个奇怪的人又出现了 并试图突破墙壁 纳迪亚 立即用棍子打了那个人 但是 他的手在战斗中被咬伤 在里面 最后 这个人不得不因为他的 曝露在阳光下 后来才发现 这个人是吸血鬼 而且他有 排射法咬了纳迪亚的手 导致 Nadia以与他相同的方式改变 尼古拉死后 纳迪亚被留下 独自照顾伊莱雅斯 他被迫通过避免 SUN为了让他的生活继续下去 而且 他只喝动物肉的血 作为能源 纳迪亚随后返回 到老房子寻找固化剂 在那里他找到了一本关于 吸血鬼的创造 那一刻 有人 来了 那个自称是吸血鬼的人 父亲 Nadia之前杀死的父亲 吸血鬼父亲接着解释说 美 吸血鬼被赋予了邪恶的本质 导致他们喝人血 他还说纳迪亚被诅咒了 他 需要被消灭 他还试图 杀死纳迪亚 但纳迪亚能够反击 并设法杀死了他 后 那个 他服用了一种药物混合物 吸血鬼父亲在那里可以使用药物 以减少吸血鬼的攻击性 纳迪亚然后拿了一加轮汽油 然后 整个房子着火了 场景然后返回飞机 在那里 纳迪亚尽管被枪杀仍然能够 再活一次 纳迪亚然后爬起来并试图 进入货舱 他删除他 假牙 一直隐藏着他的真实身份 作为吸血鬼 Urik和Kurtis 那时 来准备降落散和毒气 痛时 乘客的两条狗 在纳迪亚吠叫 渴望鲜血的纳迪亚 立即咬了其中一只狗 然后 喝血 准备毒气的游里听到 身后传来奇怪的声音 然后他靠近 声音 他看到正在吃饭的纳迪亚 狗的血 纳迪亚立即攻击 Urik 然后咬他的脖子 这引起 他逐渐变成了一个成熟的吸血鬼 因此 既然纳迪亚不想 是一个好痘的吸血鬼 他注射药物 进入他的身体 以减少他的攻击性 所以阻止他杀死任何人 另一方面 巴球警告乘客 如果他们不留在座位上 会释放毒气 巴球和 截击者返回他们的 货舱跳下飞机 他们有 还在飞机上放置了一枚炸弹 跳跃后引爆 从飞机上 纳迪亚离开货物 抱着去见伊莱亚斯 然后他拿 伊莱亚斯到他计划的驾驶舱 飞机起飞后返回纽约 早些时候被劫持并转移到伦敦 因为飞机的控制系统还在 在自动驾驶仪上 纳迪亚走向乘客 房间并询问谁可以驾驶飞机 不是 很久以后 一个自称玩过的学生 一个模拟器游戏提供志愿飞行员 一架飞机 然后他带着学生 和想帮助他的法里德一起 副驾驶 在此之前 法里德通知 乘客 他们都会死 因为 截击者已经安排了一个计划来摧毁 飞机撞上伦敦的一座建筑物 谣言开始在乘客中流传 恐怖分子试图影响 古市 Farid和学生随后跟随Nadia 到飞行员的房间 而Nadia继续监视 中央电视台监视截击者 他们跳下飞机后 学生必须迅速返回飞机的 前往纽约市的路线 不幸的是 准备好在货舱内的截击者 后来找到尤里的尸体 巴球认为Nadia有责任 为尤里的死 因为他无法 在货舱门附近找到Nadia的尸体 后 那 他们直接去飞行员的 阻止Nadia的空间 为了逼迫Nadia 为了开门 伯格谋杀了其中一名 他面前的乘客 Nadia从不打开的事实 门导致巴球采取其中之一 乘客的小孩威胁Nadia 当Nadia看到伯格要杀死孩子时 他立即打开门 粗暴地攻击伯格 之后 8Ball拿走了Nadia 的包 找到一本关于日出和日落的笔记本 4 巴球开始相信Nadia 是吸血鬼 然后他准备了一个紫外线手电筒 并制作一根锋利的棍子座位武器 反对Nadia 一切就去后 劫机者直接进入驾驶室 杀死Nadia 巴球然后发现Nadia 并试图像其他人一样将他击退 前往驾驶舱 巴球成功击败了Nadia 他 开始欣赏吸血鬼的体格 不会轻易死去 然后他拿走了Nadia的 用注射器抽血 然后 巴球 会用棍子杀死Nadia 幸运的是 埃利亚斯突然来了 用枪指着 8个球 埃利亚斯还冒险向他开枪 但子弹击中了飞机 窗格导致A-Ball被吸 进入窗口 此时 内部气压 平面开始下降 巴斯蒂安座位副驾驶 立即炸毁驾驶舱门并控制 飞机飞得更低 由于潜水条件 飞机上的一名乘客不小心被手推车撞到 导致 他的胃里有一滴小小的泪水 自从巴球 选择离开Nadia 他托负一来亚斯 法里德 在他去追巴球之前 货舱 当Nadia到达货舱时 他 发现巴球躲在车里 那时的纳迪亚 试图朝车窗开枪 但 玻璃不碎 他拿了一个运动盒 猛击巴球 但巴球很容易 从纳迪亚手中抢走运动 下列的 那个 巴球注射吸血鬼血 进入自己的身体 结果 他开始 变异成吸血鬼 知道这一点后 他在车里放了香水 并烧掉他以杀死巴球 然而 巴斯蒂安 检测到烟雾 并迅速采取行动扑灭 货舱内的火灾 劫机者 开始去货舱检查 他 他们找到了试图逃跑的纳迪亚 从货舱 见状 他们立刻 射中了纳迪亚的腿 幸运的是 纳迪亚仍然管理 下车并立即关上门 他们后来在 车 其中一个人看到巴球在抽搐 他也试图帮助巴球 但巴球 咬死他 在乘客室 乘客开始责怪纳迪亚并尝试 杀了他 幸运的是 埃利亚斯和法里德 过来拦住乘客 纳迪亚 谁意识到 那个巴球已经变成了吸血鬼 然后 关上所有的门 这样巴球就不能 进入机舱 其他乘客也帮助纳迪亚抱住 门 在那一刻 巴球尝试 进入机舱 纳迪亚立即 拿着门 当法里德试图帮助纳迪亚时 他的手被咬了 之后 一 的乘客过来立即开枪 八个球 关上门后 纳迪亚 抓住法里德的手 并切断他以防止 感染传播 遍及法里德的身体 随后 纳迪亚 Farid和 Elias 巴斯蒂安到驾驶舱 巴斯蒂安说 飞机的燃油即将耗尽 这意味着 他们无法到达纽约市 他们 只好就进降落 飞机场 片刻之后 巴斯蒂安收到一个 来自苏格兰军事特重部队的信号 的塔 然后 巴斯蒂安说出真相 飞机被劫持和恐怖分子 已被锁在货舱内 其中一名乘客此前层 胃部受伤 现在由 医生 医生告诉他 他的肾 已经破裂 他可能会因为以下原因而死亡 这个 然后医生去医院 获得医疗用品 以止血的房间 在他的肚子里 医生离开时 这 男子走向货舱 原来这个人是怕 他会死 并希望他的身体被咬 吸血鬼 因为这是唯一的方法 让他活下去 一打开货舱门 他就来了 与巴球面对面 问他 去咬他的脖子 然而 巴球拒绝 只是暴风雨从他身边掠过 因为他的行为 吸血鬼能够脱离货物 按住并开始攻击所有乘客 在机舱内 乘客们立刻开始恐慌 他们争先恐后的进入飞行 民园的房间 最后 所有乘客开始 变成吸血鬼 法里德 纳迪亚和巴斯蒂安意识到 如果飞机管理 降落时 吸血鬼会逃跑 这对那里的人来说非常危险 因此 法里德建议炸毁飞机后 使用已安装的炸药这路 在油箱里 但是 爆炸控制 雷管仍在货舱内 此外 这是到达货物的唯一安全方式 保持是通过狭窄的通风口 埃利亚斯 一秒直接入洞 一边拿着紫外线手电筒一边响 武器 当他到达货舱时 他设法得到雷管 但其他吸血鬼 开始出现 导致Elias的紫外线手电筒 落下 然后他在车底下躲了一会儿 而 纳迪亚看到后打算救他的孩子 这个 离开前 纳迪亚让法里德答应 照顾Elias直到他长大 如果他 被杀 紧接着 纳迪亚立即吸了巴斯蒂安的血带出 他咄咄逼人的一面 他离开了飞行员 房间冲到货舱 当他 试图拯救伊莱亚斯 他遇到了 八个球 最后 他们两个有 互相争斗 因为纳迪亚没有 得到足够的血 他被八球打败了 在那之后 埃利亚斯引诱八球接近 仓口 八球站在旁边 到门口 埃利亚斯引爆了其中一个炸药 在仓口 这让Abo很烂 出来了 但他似乎仍然被困在网中 正如预期的那样 Abo 重新出现并打算 攻击埃利亚斯 法里德仍在 控制室 立即掉转飞机 面对出生的太阳 因此 八球摔倒时 着火死亡 到地面 当埃利亚斯注意到他的母亲 越来越虚弱时 他划破手掌 低了几滴 他 纳迪亚醒来后 他束缚住了伊莱亚斯 从再次接近他 这是因为 纳迪亚释去控制的可能性 并在当时咬了埃利亚斯 当时的情景 转移回伊莱亚斯 他仍在 医疗室 一名警官审问 他在那里 在那之后 埃利亚斯说 飞机上到处都是吸血鬼 他告诉他们所有 尽快让法里德下飞机 然而 没有一个军官 包括上校 埃伦 相信以利亚所说的话 所以他们 给伊莱亚斯下了药 而不是听他的 出去 夜幕降临 埃伦上校下令 士兵抓住法里德 而其他人 将闯入舱门救出 幸存者 他们一进入机舱 他们被吸血鬼袭击 埃利亚斯 即将被送往医院 然后 醒来 他从救护车上跳下来 只奔飞机寻找法里德 在那一刻 法里德本人已经得到了保障 由军队 与此痛时 法里德注意到 埃利亚斯 跑向飞机 他还打电话 向埃利亚斯走去 但埃利亚斯 没有听到他的声音 与此痛时 吸血鬼开始从 机舱 在吸血鬼走开之前 从飞机上 埃利亚斯被迫带着他的 在他的泰迪熊里的雷管 他当时 按下邮箱中的爆炸按钮 导致飞机发生大规模爆炸 爆炸发生后 艾伦上校 意识到法里德无罪 他当时 释放法里德 让他与 埃利亚斯 另一方面 吸血鬼市 很可能 所有人都死于大规模爆炸 至此 影片结束 请喜欢并订阅这个频道 请在下面的描述框中捐赠 以提供您的支持 谢谢你